2022年,中国代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敞开大门摩发展,张开怀抱持合作,呼吁西纳新成员汇聚新力量。 各方一致同意,以金砖中国年为契机启动扩原建策,经过一年的筹备磋商,2023年约翰米斯堡峰会期间,五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金砖大家庭正式迎来新成员。 此次扩原剔造了金砖机具发展的里程碑,开启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心结。 扩原后的大金砖必将更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必将更有力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